全集西洋棋起源于2003年 是一项综合西洋棋与全集的新兴运动 本次对局将带领各位网友来看一场 对决于2022年的精彩赛事 齿拍的是坐拥129万订阅的 世界知名西洋棋大网红Angela Bottas 齿黑的是货真价值的女子特级大师 世界圣彼得保女子冠军迪娜贝林凯亚 本赛事采用双方限时5分钟加0秒的快棋赛 且棋局总时间每过2分钟 就要来回90秒的拳击赛 雷台上西洋棋拳击不断交替进行者 现在让我们来开始看对局吧 白方Bottas走起后拳兵 黑方女子特大出起义士 白方主教F4轴身伦敦开局 黑方小兵D6 白方复佛白格主教小兵E3 黑方H6白方出骑士 此时这位女子特级大师 准备在西洋棋直接分个胜负 走起小兵巨武快速王毅进攻 此时主教后退 黑方特级大师出主教 白方主教复活第三 黑方骑士H5 直接撼动这只黑格主教 此时轮到白方Bottas 他选择的是骑士复活连环骑士 黑方出骑士 准备踩B4格子 白方小兵C3架起来 黑方小兵E6 暂时不换位置 继续观察白方如何做抉择 此时白方小兵E4 站起双中新兵 看到E4兵 黑方特级大师赶紧抓紧时机 一个骑士往前跟 什么思想呢 碰个白格主教 就问你黑方这个骑士 你白方要不要交换 你只要交换的话 黑方就有一个局限 可以对你白方的王毅施加压力 此时Bottas 在时间压力下选择的是交换掉 好Bottas交换 特级大师交换 Bottas皇后E2 什么思想 既然G线已经半开放了 十字八九准备就可能一个 长路宝 避开可怕的G线半开放险 此时黑方出主教 白方小兵A4 不想给黑方有后翼爆破机会 黑方小兵A5 白方骑士往前翻 黑方皇后E7 对局至此 突然铃声响起了 怎么回事呢 因为第一回拳击赛准备开始了 双方骑士戴好拳套 铃声敲响下去 双方骑士开始猛烈进攻 然而白方骑士Bottas 体重135磅 黑方骑士Dina 体重只有125磅 在这10磅差距的绝对力量面前 女子特级大师开始在雷台节节败腿 不断被Bottas击打到身边 这很明显也是Bottas的策略 棋盘上很难跟女子特级大师较紧 那就用拳头来跟女子特级大师分个胜负 刺失雷台上的女子特级大师 几乎是一面倒的被压制着 然而铃声再度响起 Dina终于熬过了第一回90秒的艰苦 来我们再把焦点回到棋盘上吧 现在轮到Bottas Bottas选择的是后第二 想要把这只小兵F4给抓掉 此时特级大师小兵第五 试着开始爆破中心 利用白王还滞留中心过久 此时轮到白方白方可不能冰敲兵哦 一旦白方冰敲兵的话 黑方只要冰敲兵打王 这个打王带闪击带抓骑士 如果黑方看到白方选择骑士往前蹦的话 黑方只见一个牵制 牵制小兵F6强行得骑士 所以此时Bottas 他只能将骑士王回撤 大师兵敲兵 白方主教敲兵 大师乘胜追击 他没有选择偿还尾 他选择的是 利用中心白王没入宝 强行一波王翼进攻 小兵F5 现在轮到Bottas他只能退主教 大师继续趁胜追击 小兵E5 中心爆破 这个中心爆破王翼进攻同时进行 现在轮到了Bottas Bottas极为尴尬 为什么呢 因为他如果敢冰敲兵的话 大师准备就要骑士敲兵 如果白方骑士敲骑士的话 黑方准备就要后敲骑士打个中心王 白方中心王会极为痛苦 所以实战对局 Bottas他所选择的是 小兵第五 互相伤害 这波互相伤害 也在这位女子大师Dina的评估范围内 他都想到了 于是他选择一手小兵E4 往前压 接受一波互相伤害 怎么说呢 这个互相伤害 如果白方选择冰敲骑士的话 黑方就准备要冰敲骑士 带打王 这个打王轮到白方 白方如果选择飘王的话 黑方准备冰敲骑士去打 如果白方选择王敲兵的话 黑方一个主教敲兵继续打 黑方的王毅进攻中心进攻太快速了 白王会瞬间爆炸 是吧 所以实战对局 这里轮到Bottas Bottas其实这里应该要冷静评估 做出什么抉择呢 就是赶紧入宝 而怎么入呢 我们都知道吧 这条线已经是半开放线的 所以赶紧做的选择就是 长入宝 长入宝什么想法 如果黑方敲骑士的话 白方就有一个 敲骑士带抓主教 如果黑方敲小兵的话 白方就有一个牵制 只将活活牵死 嘿吼 然而实战退局 不知Bottas他怎么的 居然做出这个极为严重的判断失误 他居然选择短换位 接受黑方有半开放线上局限 黑方就看准时机 准备骑士往前蹦 这个做啥呢 骑士往前蹦 准备对这个骑士施加压力 准备开始全家对白方的王施加压力 此时轮到Bottas 他也赶紧闪骑士 黑方趁胜追击 强行爆破 王毅爆破 小兵F3 这个小兵F3一按 白方极为痛苦 不能兵敲兵嘛 兵敲兵之间 白方王毅爆炸 所以白方实战中只能做什么抉择 他能做的抉择只有 走起小兵G3 但是 一旦走起小兵G3 各位旗友都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是的 堡垒空洞 兵涛爆破 迪娜 女子特级大师开始爆破了 小兵H5 此时轮到白方 白方有点尴尬 他想说完了完了 这波进攻不能再顶这个兵 顶这个兵实在太危险了 所以实战对局他就想说 不如放手一波 骑士往前步 准备带抓双 其实这里黑方特级大师可以很谨慎的选择一手国王偿换位 顺便保护这只C7兵 准备就要一波进攻白方的王毅跟这只后 然而黑方特级大师却没有选择这样做 而是选择先打这个皇后代先手 正当迪娜准备发起一波王毅进攻之时 铃声再度响起 艰苦的第二回全赛再度到来 而且最痛苦的在于第二回全赛 时间增加到了120秒 全赛开始 Boltes再度快速发行猛烈进攻 太凶狠了太凶狠了 迪娜不断开始卷去的身子 节节败腿 在Boltes一顿猛攻下 时间仅仅过了34秒 迪娜迎来的裁判第一次赌秒 1 2 3 4 5 裁判开始询问道 你还好吗 你能看见我吗 迪娜点头示意 还行 还能打 于是全赛继续开始 然而 Boltes暴风雨般的拳头 不断落在女子特技大师的脸上 时间一分一秒倒数着 正当裁判准备再度确认 迪娜能否继续打拳的时候 铃声再度响起 迪娜 活下来了 让我们现在再把焦点回到棋盘上吧 现在轮到白方 白方他实际所选择的是 B后 其实这里Boltes如果精神状况好 他可以判断清楚 不用躲后 直接选择一个骑士炸兵 什么思想 进行一波互相伤害 这个针先手 黑方只能躲王 我们来模拟一下 如果黑方躲王的话 白方准备就要骑士C7往前蹦 放个位置打国王 如果黑方选择主教敲骑士 白方就骑士敲主教打王 如果黑方选择后敲骑士互相伤害 白方就可以选择冰敲后 如果黑方主教敲后的话 白方就可以选择城堡牵制 即到这波操作成立 白方可就反优势了 但是 白方却错过这个时机 他做了什么抉择呢 看到主教打后 他竟然不加思索地走出了一步 后 D1 也是因着这首后D1 让黑方特级大师开始准备发起 原定计划 王毅进攻 后G5 现在轮到BOTEX 他选择骑士炸兵 带抓双 黑方想做这个城堡就送你了 他选择 国王F7 轮到了白方 白方可就要小心哦 黑方准备就要后G4 后H3后G2杀起 白方看到这个威胁 赶紧选择国王H1 现在轮到黑色 黑色趁胜追击 皇后G4 皇后G4一按 准备做啥 准备就要后H3 准备就要后G2叫杀了 现在轮到白方 白方可就极为痛苦了 他实战抉择 他所选择的是 小兵D6 准备晾开这条血线 但是已经为时已晚了 黑方之间皇后一按 随时叫杀 白方赶紧继续打王 黑方赌王 白方想说无奈之下 赶紧一个防守 黑方趁胜追击 骑士一按 白方选手想说 这个骑士刚好准备威胁H2叫杀 所以想说用骑士敲兵 试着延缓白方的梳琪速度 但是 各位企友 你们应该有发现吧 其实这里女子特级大师 就算没有H2可以杀起 也可以选择 一步杀 骑士敲兵 是吧 但是 这也就是拳击西洋骑士的乐趣 双方骑士都已经脑袋昏头了 尤其是黑方 吃了好几个右手重拳跟左手刺拳之后 脑袋不清楚 居然抉择 没有看到一步杀而是选择冰翘骑士 此时 波特斯现在赶紧抓准实际主教打王 他什么想法 他想的就是 骑阳骑盘上已经输定了 准备把这盘骑拖进第三回合的全级赛 配方选手赶紧飘往 此时 铃声再度响起 错过一步杀的女子特级大师蒂娜 再度迎来了第三回全赛 好消息是 第三回全赛又回到了90秒 坏消息是 棋盘上已经奔盘的波特斯 将此时的胜负全部压在第三回全赛上 誓言要一举KO或是TKO眼前的特级大师 全赛开始 波特斯太凶狠了 不断压着女子特级大师狂追猛打 蒂娜甚至还一度背对波特斯 被压在身边开始绕圈圈 太凶狠了 时间才过了19秒 蒂娜再度迎来裁判的独秒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我还能打 我还行 蒂娜一致坚强的回应道 然而现实的残酷是 波特斯完全不给蒂娜喘息机会 蒂娜跟裁判确认能打之后 波特斯那又如狂风乱炸的拳头 又紧追了上来 时间一分一秒的倒数着 只要撑过这回 胜利就是女子特级大师的了 蒂娜不断在身边边跑边躲着 且时不时利用规则抱着对手 喘口气 然而在剩下28秒的时候 波特斯一致重拳 扎扎实实的打在 女子特级大师的脸上 裁判见状赶紧再度读秒 一 二 三 四 我还行 我还能打 比赛继续 波特斯再度猛攻过来 仅仅过了几秒 裁判又赶紧揭路 确认蒂娜能否继续打 一 二 Oh my god 铃声再度响起 第三回合结束啦 蒂娜撑过这回的拳赛 双方再度回到棋盘上 现在轮到波特斯 波特斯看到棋盘上已经大死已去 走人一回 助教拒溜 蒂娜一敲 对局至此 波特斯看到受不了 直接投降 这次是某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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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击质很很明确 吗 我这次是某个事情 我击质是非常明确 我击质是非常明确 我击质的 每次是某个事 每次是某个事 每次都可以 每次是某个事 一 三 六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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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